工作不要太拼,生活不要太累,幸福的一天从好好吃饭开始 我是黄景瑜,每周日早8点来乐视视频让我陪你好好吃饭 加入乐视影视会员可以提前见到我并且看家常版哦 乐视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黄景瑜 之前也有自己做过饭 现在自己最拿手的应该也是烧个牛肉吧 那你觉得自己做的最好的一次是什么? 近期的水平都很平均,都很棒 那最差的一次,你觉得当时有什么印象比较好? 大概去年吧,去年做排骨的时候 做成碳了 最后我还是吃了 特别酷 那今天是学到了什么? 今天学到了这个椒盐皮皮虾,然后香辣小龙虾和三杯螺丝 那今天给你那道菜? 我觉得,因为这三道菜都是我第一次做嘛,我觉得还是不错的,但是可以提高啊 刚才我尝了一下,其实都挺好吃的 那个Steven老师教这个,教做菜超级细致啊,用什么几汤食啊几秒钟几圈来教,我觉得很棒 那有没有学到这些东西,就是不知道什么消息? 呃,其实今天那个要炸皮皮虾的时候,之前我没有炸过嘛,但是今天我也没有亲手去做这个事,但是后面我可能要跟老师请教一下 对,对,对,对 我也会躲啊,因为那个碰到这痛啊,因为很疼,碰到这身上,我也会躲的 那作为艺人啊,平常会,就是出火啊,或者干什么啊,那自己最常待的一样,中国的食品? 中国的食品 那你会煮它不带吃? 呃,我身上不太带吃的 但是我,哦,榨菜,榨菜,榨菜会鱼蛋,鲜鸭蛋 那你去年去干了吗? 没带,没带吃的 嗯 那自己的食品啊,是不是算是吃货? 算是吃货啊,还爱吃 那你吃饭量最大的食品,你吃饭量的食品吗? 其实我每顿吃了都很多,每顿吃了都很多 我最多可能能吃三分主食吧 三分主食 很多人都吃辣,那你自己是吃饭的胃脂肌,你也要饿辣吗? 我是很少吃辣,因为胃不太能适应这个辣的刺激。 这个节目叫做小偷吃饭吧,那自己有没有做到好吃饭吗? 你还是说,你平常都是挺好的? 这个我还要再努力吧,好好吃饭我可能还是没做到。 今天做这些菜做起来之后,我觉得还是有快感的做菜的时候,还是挺开心的做的,我在家应该会做。 自己形容上一道菜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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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身? 因为真实的味道就很美。 那有些人可以说,都是讲究吃饭吗? 你觉得自己是讲究比较在意吃还是比较在意饭? 都挺在意的。 你觉得自己形容上一道菜? 那我是刺身,那他就是芥芽,酱油。总之要搭配吧。 最近是刚刚国外拍戏,刚回来,我刚刚回国,好像只有两天,三天。 你觉得这个大道士,你就是说,有个太阳的头发。 那是这样的短发? 你为什么要长时间的发展?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戏的需要。 因为演一个特种兵,不会有长的头发吧,所以都给剪短了。 那大家会说,有个太阳的比较好吗? 应该是十一前后吧。 你马上也要到附近学了吗? 到下面,会给家人? 我会,因为我会一直给家人买东西。 平时没事我就会在网上买东西借回家。 所以家人应该对礼物没有什么惊喜的感觉。 我最想做皮皮虾。 因为我们家那边吃这个吃的比较多。 好,谢谢。